其实我过去十多年来讲 实在的我没有做过任何的 就是我出来社会 我是个M&E Engineer 我没有做过行销的经验 我也没有加入过多层次传销 所以当我碰到这个Forever的时候 我就觉得因为其实我们人 我们人很需要的一个东西 是叫做环境跟那个影响力 早上我在家庭的时候我觉得 因为家庭有一个很好的环境 宣传他们都是属于大学毕业 对我来讲很简单 我觉得我就是要大学毕业 所以当老当说实在 我没有做过销 我没有做过传销 可是我是有赚钱的梦想 我相信在座很多朋友都跟我一样 所以当我听到Forever制度的时候 我也是觉得 其实我的梦想 或许可以在这个事业里面 可以发现 可以掌握这个机会 我记得我第一次上台表扬 那个我的Manager Ping 那个大舞台 那时候是1996年的这个分红大会 对不对 所以对我来讲 上经理的话是不得了的事情 所以我约了朋友 包括有些人要帮我拍照 对不对 可是当我去到这个大会的时候 因为我们都知道是 Profit Share大会 对不对 所以当天大会的话 我发现到原来 传销上除了每个月 领丰富的奖金以外 每一年的时候 还有一个六位数字的 这个Profit Sharing 那个对我来讲 是一个叫做梦寐以求的 因为我去想象 如果今天是一间公司的总经理 很可能是一间公司的一个COO 你拿的每一个月的收入 很可能你都会花掉 installment掉 可是如果一年下来 你拿的这个所谓的花红的package 那个package来讲 那个是一个非常大笔的现金流 对不对 在目前的这个社会 你知道如果有大笔现金流的话 那个是不得了的事情 对不对 OK 所以我本身来讲 一边学一边做 虽然没有传销的经验 可是来到这个环境 早上 其实成功都有一个系统 在Forever里面 已经有一个成功的系统 让我们传销的白子 都懂得去跟 都懂得去跟 对不对 这个是过去 过去那个十多年来 最近十年我们拿的这个profit sharing的支票 从最小站的100多千 到其中一站的400多千 对不对 如果average来讲的话 大概是300千的profit sharing 过去十年的话 加起来是有整300万的profit sharing 喜欢吗 非常喜欢对不对 如果今天是一个传统行业 我们听人家的分享 我们只能够眼红人家 因为天时地利人和不一样 对 可是今天来到这个Forever的环境 你听了很兴奋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的产品制度都是一样的 这个都是每个人的机会 其实 其实这Forever 我们所拿的这个奖金来讲 这个profit share来讲 只是一个刚刚开始 刚刚开始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看看外国的话呢 这边我们所看到的是 John & Jane 是属于英国的 distributor 他们过去八年 所拿的这个profit share 这边是有其中的四张 another page来讲 是另外的四张 总共加起来 对不对 加起来 convert去马币的话呢 大概是属于15 million 15 million 就好像如果今天在 新山有一个 Forever那一排呢 有一个叫Paris Hotel 对不对 很多人经营hotel的生意 对不对 这个15 million 差不多可以盖一个这样子的hotel了的 然后你赚的所有都是net profit了的 这边你看到这个是来自英国的John 另外一个来讲呢 这个是来自这个瑞典的Manus 来自瑞典的Manus 他是传承了他的mother的这个forever的这个network 对不对 所以我们forever里面的制度有一个叫做royalty income 我很喜欢这一点 为什么因为这个事业可以传子传生的 所以他接手他mother这个forever的network对不对 这个是最近8年他所领的这个分红的奖金对不对 这边的4个奖金加上第二个面的这边4个奖金 总共来讲加起来对不对 大概马币等于7.5 million 7.5 million 各位朋友来讲呢 如果今天他蓄成下来 他可能拿一年我们讲lucky对不对 如果拿两年very lucky 第三年的话呢 非常非常lucky对不对 可是他可以连续的拿这么多年下来 这个代表什么来讲呢 forever所给我们的是一个稳固的这个事业 forever给我们的是一个属于远续的经营 我们今天从事这个forever就是为了这个可以一辈子远续经营的这个生意对不对 一辈子收入对 所以来对地方这个就是forever的这个机会 有些觉得如果我要我要5年8年10多年对不对 哇 好要一段时间了 因为现在很多年轻人都想比较快一点 比较快一点 除了快乐也是要快一点 这个是来自东欧Eastern Europe Kazaskan一个国家 这一对夫妇来讲呢 这个mark 4 他们才加入两年多的时间 这个是他们第二次拿profit sharing的时候呢 就已经拿了level 2的profit sharing 所以他拿的奖金来讲呢 300多千欧元大概等于马币1.3 million 单单这一张支票来讲呢 就可以是我已经是一个millionaire了对不对 所以那个所谓唱那首歌 哇 哇 哇 一八万来讲 那个不是个梦来的 可以在这边可以很快可以实现的对不对 它是证明给大家看你不一定要像我们等 5年10年还是15年对不对 两年多的时间呢照样可以在forever里面实现 因为forever他没有给我们一个国家 没有给我们的limit的 只要我们肯重 只要我们组织网来讲很认真建立起来 你有三条以上的这个chairman bonus的线来讲呢 这个大奖金照样是属于你的 ok 如果今天我们再看下去对不对 所以我们讲forever是个family business 刚才也是有看到这个图片 这个是南美洲Brazil Lino Barbosa 他把这个forever来讲呢 变成一个家庭的这个事业 这个是他的儿子 这一位来讲呢 是他的女儿 他们一个family对不对 一年的profit share chairman bonus都拿超过 马币2 million了 一个family对不对 所以这个forever不是我们个人罢了的 这个是我们的family的一个business来讲 family的business ok 如果今天更棒一点 更棒一点来讲呢 德国的top distributor Rockpick来讲呢 他也证明来讲对不对 其实profit sharing可以更大张 这个chairman bonus可以更大对不对 那时候单单只是德国的一个profit share来讲呢 现在的chairman bonus 他都可以拿马币来讲对不对 将近3 million 也就是说我过去十年的分红奖金 他一张支票就 可是这个是属于我们的未来 对不对 可是我记得我在英国2001年 我在英国的这个世界年会 第一次接触这个Rockpick的时候呢 我们也是坐在台下 我跟他聊起来对不对 所以我记得我跟他交换名片的时候呢 他既然我们给我们传统的名片 他的名片是一个CD-ROM 那个CD-ROM里面就是已经讲公司的背景产品制度对 后来当他上台领这个profit sharing支票的时候 那时候我才知道原来呢 他拿的支票这么大张 然后我开始跟他挖宝 他讲他之所以呢 会选择这个Forever这个事业呢 因为Forever的产品是芦荟跟蜜蜂 是不是够简单 这两个东西 只要你一开口跟人家讲 大家都知道这个是好的 所以已经有事实证明了 只要你努力去把那个市场建立起来 第二个来讲呢 他本身呢跟很多人不一样 他接触Forever的 一般上我们接触是别人一直来沟通我们 我们才加入对不对 他是在一个杂志呢 看到一个静悄悄的Forever公司 在1995年已经突破10亿美元的生意 所以是当时他是主动的去联系Forever 要了解这个事业到底是怎么样 所以一个人如果是站在主动出击 所以当这个事业在欧洲开始的时候呢 他讲他每一个月来讲呢 分出他的名片 500个cd rom 500个cd rom对不对 所以在欧洲很多国家呢 都是属于呢 很多那些top distributor呢 都是属于他的下限 目前呢 Rothpick来讲呢 他的业绩来讲呢 是全世界里面呢 他的全世界里面 他是属于最大的 其中的一个Rothpick 所以有时候我们把它称为叫什么呢 6 million dollar man 对不对 他的年收入最保守都超过6 million的美金 对不对 这个是属于我们的一个未来 OK 这边来讲呢 我们都上过很多课 我们都提升我们自己 我们都想来讲呢 怎样可以从这个E呢 或者S来讲呢 可以变成一个企业运用者 所以Forever他提供我们的一个成长的环境 他提供我们一个赚钱的这个环境 可是他 可是呢 我们并不需要开店 我们也不需要呢 给员工的费用 我们也不需要投资大笔的资金 对不对 可是我们议案来讲呢 可以是属于呢 Business Owner 然后Forever呢 最吸引我们的地方来讲呢 除了很多的旅行奖励 对不对 除了很好的这个生活以外呢 Forever每年都有给我们一个非常棒的 这个 这个所谓的 Global Profit Share Global Chairman Bonus 这个很大笔的这个奖金来讲呢 这个奖金来讲呢 其实对很多人来讲呢 是一个非常大的这个现金流 因为我们都知道 很多有钱的老板呢 都很懂得应用他手上的现金流 懂得去理财呢 让他呢 可以享受钱赚钱的passive income 所以如果今天我们在Forever 懂得去打拼呢 拿这个Chairman Bonus 照样的来讲 我们可以跟有钱人 那些富人的想法一样可以提升 变成一个investor 这个呢 是这边跟大家分享呢 非常真的是非常谢谢Forever Forever呢 他不只让我们很多传销商呢 可以去世界旅行 对我们每一年Global Rally 我们有这个Eagle Manager Retreat 我们每一年至少都有两次的旅行 对不对 再加上我们如果上那个 蓝宝石以上的话 还有一个Germ Manager的一个旅行 像单单今年我们也是去了三次 公司的免费的旅行 对不对 其实我们过去十多年来呢 平均每一年都去三次公司的旅行 对不对 然后双双所去过的一些的国家跟这些城市的话呢 保守有在世界有在七十个不同的城市立足了 而且呢 这些都是属于免费的对 可是最重要你看到我们很多的领导人 当你跟他聊跟他聊天起来 其实他们都很懂得在Forever里面赚的钱 懂得去做一个理财 很多人不止自己住的屋子是不用贷款的 很多人很多人自己的手上来讲呢 我相信都有蛮多间的那个产业来讲 对不对 收租或者在增值 对不对 这个都是因为我们通过Forever赚取的那个现金流 所以这些是我们一部分的产业 其实其中一点你可以看到一个跨国的一个机会 例如来讲呢 我本身是马来西亚工艺大学毕业 所以以前我们中学的时候 我们有去那个新加坡 以前我们用那个蓝色的新加坡的这个passport 对不对 所以当要搬家的时候 我的passport expire了 我很自然我就跟我家人家 这个我不会去新加坡做工的话 我就把这个passport丢掉了 丢掉了 就是从来没有想过会在新加坡做工 也说实在的 我从来没有在新加坡做过工对不对 可是呢 我们的组织网呢 也是一样呢 可以建立在新加坡对不对 大家都知道新币很大对不对 所以我们单单在新加坡 新加坡的收入来讲呢 我们在新加坡都有两件properties 如果今天只是一个普通一个公司 我们未必可以有赚取这样solid的收入在新加坡对不对 so forever他给予我们的一个这样子的机会 so 从之前到现在还是一直在讲钱 一直在讲钱 我实在来讲呢 今天钱本来就是跟大家有关系的嘛 对不对 谁都会喜欢钱多赚多一点 比较重要 今天我跟你分享了过后呢 你会有会有什么样的一个启发 你在脑海里面闪过的是什么东西 ok 第一个很可能呢 如果你干出来这个社会做工 像我一直多年前一样呢 我看到这个forever来讲 我会觉得什么来讲呢 我的梦想会比较容易实现 我的汽车可以买的比较大量一点 我可以很可能 我所答应我女朋友part tour的时候 跟她讲要去世界很多个国家 对不对 forever有旅行事帮我铺好后路了 所以你会觉得梦想可以实现 对不对 所以如果你觉得梦想可以在forever实现的话 请举手 ok ok 第二个来讲呢 如果今天 中间你努力的打拼下来呢 你也没有觉得 如果今天你在forever建立的组织网 可以传承下去 给你的家人呢 有一个更好的保障 因为forever给我们的是属于一个叫做 no limit的一个passive income来的 no limit的passive income 各位朋友你看这个瑞典的manus来讲呢 他妈妈传成一个组织网下来 对不对 他单单每个月领的奖金 再加上profit share 所谓的这个chairman bonus 一大笔的收入对不对 所以我们华人都有一个学统来讲呢 都很喜欢留东西给我们的下一代 对不对 所以今天forever如果你努力的话呢 我们留一个更好的组织网给他的话呢 更是不得了 ok 第三个来讲呢 有一些人可能在40多岁50岁的时候 你开始想到未来可能5年10年 你都要退休了 对不对 所以很多人担心的很可能退休了过后呢 他的生活的品质 会自己生活的品质 会怎么样 对不对 所以我过去前几年 我接触到这个日本的一些的 那些distributor 我发现到日本平均 从事forever的年龄 这个是10年前好不好 平均从事forever的年龄 Arig是55岁 为什么呢 日本退休年龄是不是65岁 65岁退休 所以退休之前的10年 很多人开始worry呢 以后我退休来讲 我的生活的品质 是不是还可以很好 对不对 可是如果今天在forever呢 我们所建立这个network来讲 我们不用担心我们未来生活的品质 为什么呢 因为它可以让我们的有钱又有闲 现场谁喜欢有钱又有闲的请举手 OK 这个是一个20个英文的这个字母 对不对 20个英文字母 20个英文字母呢 如果你把它配出来 可以配出几个不同的字 对不对 你脑海里面想一下 这个可以配出什么字 对不对 也有可能有些人配出来的 这个是什么 opportunity is nowhere 就是没有机会 没有砍头了 对不对 这个呢是比较属于天生消极的人 他看到的话是这个没有机会了 我们吃多少 住多少 已经注定了 对不对 可是现场的很多朋友呢 你所看到的可能是第三种 为什么呢 opportunity is now here 对不对 forever给我们的就是一个机会 对不对 你看啊 之前我们所看这个外国人拿的这个 这个chairman bonus 他们的收入 跟我们本地的比较 是不是好多倍 对不对 好多倍对不对 我们非常羡慕他们对 可是在从今年开始来讲呢 这个是我们改变的机会 这个是我们的翻身的机会 为什么呢 因为从今年2012年开始呢 我们的chairman bonus 是以全球的业绩来分 那个代表什么呢 也就是说我们领的奖金收入的标准呢 会跟欧洲美国的国家一样的标准 对各位朋友 这个是我们翻身的机会了 所以有一句话来讲呢 我们说呢 英雄造十四 十四造英雄 对不对 比较重要来讲呢 要懂得掌握forever这个存球的这个 这个趋势来讲呢 让呢你自己踏上这个成功的列车 对不对 你跟自己讲呢 你将是呢 下一位的百万风 你将是下一位的百万风 你将是呢 下一位的百万风 好 各位朋友 我的分享到这边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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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